花莲县政府9号在中华国小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了 长青大学的结业典礼继承国展 身兼长青大学校长的县长徐真伟 特别到场与长辈们同乐 见证长辈们一元穿着学士服参与结业典礼 以及取得结业证书的梦想 花莲县政府9号在中华国小学生活动中心举办 秀出长者活力 引领 引法 风潮 长青大学结业典礼继承国展 现场邀请十三县正式的长青大学学员们 持续一堂 有限的徐真伟亲自表扬 今年度达到结业条件 全新奖热情服务的奖项 结业班我们所有的大哥大姐 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场好 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 诶 着西乡是吧 是 来自着西乡的我们的这个长辈啊 你看哦 他平常走路哦 还要那个住行器哦 来这里跳舞唱歌不用耶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啊 所以啊 天天就想着要去我们的长青大学上课 好不好 好 花莲线现在一共十三厢正有十九个长青大学 我们要谢谢所有承办长青大学的社团 志工还有老师 让我们整个十九个长青大学能够按部就班 而且能够来开课让我们学习我们所有的大哥大姐能够每一天怀抱着快乐的心情背着书包上学去 每一年我们都看到我们的这个大哥大姐要结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结业式而且也让大家穿了我们的学士袍有没有觉得好开心哦原来我阿叔穿这个学士袍阿公阿嬷也可以穿的到对不对 现在学士表示 花莲线的长青大学已经开办了25年 面对现今高龄化的社会 除了追求医疗照顾的完善之外 此次在地老化活跃老化的老年健康生活政策走向已经是当前的趋势 因此如何使长者们增见老化后的自我照顾以及智能提升老人社会参与极为重要 长青大学来仰赖各个民间团体的负责人 干部带来支持配合以及推动 更要谢谢细心教导的每一位讲师们 共同打造快乐学习热而忘领的学习环境 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精神 提高自信以及自我认同 记得就会欢迎收到